青綠色外觀的澀香葡萄 晶瑩剔透 帶有甜美花果香氣 殘忌到不少民眾開始搶購 不過這價錢卻差了十萬八千里 網路上關鍵字搜尋一下 三百九十元可以買到一串 稍微貴一點 量飯店能買到六七百塊的等級 有些水果行則是主打高端市場 一串售價破千元 明明品種相同 為什麼價差會這麼大 日本進口水果業者表示 這跟等級有關 跟產地不一定相關 當地果農會針對澀香葡萄 以大小香氣天度外型來分級 三大產地岡山山梨長野 在依整體分數分為赤秀清秀等級 有些地區會將上等好貨 再以特選區分出來 不同區域產的其實都差不多 差異其實不太大 只是每個品牌 它可能會有一些稍微區別 他們有的品牌他們在等級分級上 他們比較嚴謹 專家指出同樣品種味道香氣 不會差太遠 不過有民眾反應 花了一般葡萄四倍的價錢 買了澀香葡萄 卻一點都沒有澀香香氣 有沒有可能是冒牌貨 有可能是從別的國家 可能韓國或者是 有在國外有可能吃到中國產的 他們其實有的時候都是相同的品種 只是它就是以日本的品種下去做栽培 然後販售 然後它的風味甜度跟香味 跟日本的還是有一些區別 就怕消費食材雷 業者說真假貨還真的看不太出來 只有吃到才會恍然大悟 選擇信任的商家或是大通路購買 恐怕才是避雷的最好方法 TVBS新聞亮男韻傑推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